這個的話呢,你可以用Index 剛剛提到Index Index裡面就串一大堆了 總共幾個函數 1、2、3、4、5函數 那Index其實也是一樣 Index也是一樣 所以串總共五個函數 那其實這樣做出來其實也OK 但是其實不算太簡單 可是如果像複雜的工作 反而有的時候寫VBA不見得比較難 就是以像這一題來說 如果請各位另外再複製一個工作表 把它改個名稱叫VBA 那我如果希望呢 不要用剛剛這兩個函數 而是用VBA來完成的話 那我的需要結果是增加一個按鈕 按下這個按鈕的時候 它自動幫我完成剛剛那些事 那另外一樣有個清除 那應該怎麼寫 所以按一下它 自動OK、清除 那實際上 程式邏輯跟前面蠻類似的 所以如果你前面有寫過 差不多的程式的話 應該大致上 應該就會有一個輪廓了 不過最好是說 慢慢的各位可以 就是寫過前面的 然後後面的部分 你也可以把它套用上去 那當然第一個 我們可以先這樣 就是我們如果實在是都不會寫的話 你可以先寫一個 就是說 那個 坐標位置的話 就是從這邊 假設老我要寫一個VBA程式 然後我希望問一下它 它可以幫我輸出1到32 有沒有 這個範圍 輸出1到32 假設老你先 不要想那麼複雜 我不用說直接一下就輸出 我希望幫我輸出 所以如果假設老 我們先step1 就是跟前面那個index一樣 先產生一個1到32的一個表格 但是我不是用函數 而是用VBA來寫的話 那首先第一個 我們一樣先開一個模組 然後這個模組裡面 也許就叫一個sub 叫人事分欄 假設我們這樣 sub 空一格 人事分欄 enter 那如果我第一個step 我希望呢 幫我輸出一個表格 那這個表格的話 就是在第二列到第八列 應該是第九列吧 應該說第九 因為這個應該是八列吧 然後剛好四欄 那其實很簡單一個方法 如果你以後甚至可以套個公式 我的習慣是列 都用I來表示 所以呢你剛剛講說 第幾列 第二列到第九列 enter兩下之後的話 打一個nets 再按個type鍵 這裡面打一個4 那我習慣呢 用j 來表示哪一欄 那欄的話呢 一定不能用文字 只能用數字 所以這邊要改成4 到多少呢 4到7吧 enter兩下打一個nets 那這個意思是什麼呢 我就是把它框起來了 反正就是這個範圍 那我要怎麼存取它呢 這個意思很簡單 就是前面再加一個sales sales sales就是哪一列 哪一欄嘛 那基本上呢 就打i列 這一欄就可以了 那這個i列這一欄 意思就是說呢 他會先這個 再這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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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沒有 意思類推 等於什麼呢 當然你說等於1嗎 如果你等於1的話 執行會怎樣 全部都變1了 不過因為這邊有 底下有格式啦 有沒有 因為之前有放過日期 所以你變成 你如果把它恢復 變成要把它改成通用 不然它會變成那個 1900的1月1號 好 你說 那可是問題 我有個需求 我希望呢 它第一次放的時候 放1 它下一次放的話 變2 對 是有沒有印象 應該有吧 所以我意思說 這個k還蠻好用 因為它有點像跑龍套的 沒有它也不行 有沒有 但是有了它其實還蠻OK的 k等於它哪一個初始值 1嘛 對不對 然後呢你後面的話 就是把它改成k 然後呢 當k輸出一個之後呢 讓它加1之後 重回去 要變2嘛 所以k什麼 等於k加1 比較好了 這個印象嘛 對不對 所以啊 這個其實是有一個 可以透用的一個規則 好 那我們把它執行給各位看一下 這個結果應該就是什麼 有沒有看到 1到32嘛 應該可以懂我的意思吧 對不對 所以這個其實還可以蠻多變化 那你說老師 那之前我們上個範例 不是有個for i for j 我不用 我用for each的話 欸 那其實怎麼改 你可以for each sale in 就是把它改成range這個範圍就可以 有沒有 D2 冒號 G9 有沒有 那就不用第二個回圈了 所以如果你要改的話 這個地方的話 我把它 這個複製好了 我不要把它 delete 這邊底下的話 改成for each好了 好 那for each的敘述方法 OK 這個也蠻重要的 然後我們 就這個不要 所以把這個拿掉 那只要一層就可以了 然後這個 按shive加tab 讓它 這個要凸排 這邊要縮排 好 然後把它改成for each each for each sale 後面的話加上in 在哪個範圍 range 然後呢就是 把那個範圍叫d2 帽號 G9 有沒有 所以其實 我是把它浮動 有沒有發現我寫程式都會把VBA浮動在它的上面偏右邊 那主要原因是因為我可以一邊看一邊打就好了嗎 對 絕對不會錯啊 對不對 然後呢 再來的話就是 所以這個sale ij的話就改成什麼 改成sale就可以了 所以這邊的話 這個就改成sale 不 這邊改成sale 然後呢 這個儲存格 等於k 我看一下 這個位置 直行看看好 所以這邊 可是這樣存取 不對 for each好像只能讀不能寫 我確定一下 它這樣好像沒辦法直接寫 如果可以寫的話 那這樣的話 跟各位講 如果你用for each的話 它這邊只能讀取 有沒有 它只能讀裡面的資料而已 那如果你要把它寫進去 那不行 所以喔 這一題的話呢 你沒辦法改成for each 你只能用forij的敘述方法 這個地方可能跟各位講一下 那什麼時候可以用for each 就是你讀裡面的資料可以 但是你要寫進去的時候 不能用for each 所以這個可能 這個就沒辦法 所以還是要用上面的方式 那請各位先試一下 在那個你的VBA裡面 一樣喔 就是這個開發人員videobasic 按右鍵 反正一定要先插入一個模組 然後寫這個看看 畫面先還給各位一下 其實有些套來套去的 大概都差不多的概念 所以我們就是把範圍先框起來 然後呢 如果你要輸出的話 就是Sales ID的追覽 等於K 那上面記得K等於1 當他先輸出1之後 下面就K等於K加1 試一下喔